清明節的故事 劉邦祭拜父母 漢朝第一位皇帝劉邦 在打勝仗回到故鄉時 去他父母的墳墓拜祭 他去到時見到一座一座墳墓上 都掌滿雜草 雜草根本遮蓋墓碑上的墳墳 根本認不到哪個墓碑屬於他父母 到了黃昏時 劉邦未找到他父母的墳墓 非常難過 劉邦就在他的衣袖裏 拿了一張紙出來 他將一張紙撕成很細片的紙水 然後向天祷告 阿爹阿娘 你們在天有靈 你們看看 現在很大風 我就將這些穗紙拋向空中 看看他們 如果落在一個地方 那些風吹極都吹不走他們 這裡就是阿爹阿娘 你們的墳墓了 說完之後 劉邦就將紙碎 拋向空中 果然見到 這些紙碎 落在一座墳墓上 無論風多大 怎麼吹都吹不動紙碎 劉邦就過去 撥開紙碎 看一看墓碑 果然 見到他爸爸媽媽的名字 都刻了在上面 劉邦很高興 馬上就收集他爸爸媽媽的墓碑 以後到清明節 一定到爸爸媽媽的墳墓上拜祭 後來人人都和劉邦一樣 每年的清明節 都來到祖先的墳墓拜祭 是幾歲 是幾歲 光明的小孩 我沒有給你 你等一下 好嗎 不是 你無法服裝 走吧 中國人 你怎麼不見 是真的 有什麼 你誠小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